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18號的第一節 為甚麼今天出片出得這麼晚呢 就是因為我的電腦壞了 所以我就索性 將整部電腦重新來都去安裝過一次 所以一搞這些東西 就是搞成半天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第一節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近日有一名藍絲護士 第二在接種完科興疫苗之後 就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副作用 需要送院救治 有網民翻查得到 原來這一名護士 在接種疫苗那一天 就被獲安排去擺姿勢拍照 非常之威風 誰不知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當然了 他就此料不及 另外我們又會去看看 特區政府在昨晚 漏夜發表了一篇新聞稿 不點名批評 知哪一個醫護組織 說別人抹黑科興疫苗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那一名藍絲護士的情況 是怎樣 這名護士 是在東區醫院的樹任職 在上個月 他就響應了特區政府的號召 成為首批接種科興疫苗的 醫護人員 近日 事主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副作用開始浮現 不單是作嘔作悶 在胸肚狀態下 也是嘔吐大作 也出現了一些佛力 腳步不穩 沾寒沾凍 冒汗和關節腫痛的情況 需要送院救治 醫生就已經開了止藕和頭痛藥給他 這名護士也需要釣鹽水 稍後就可能要接受腦掃描 這些不知道算不算是無需拿來壞了 原本就沒有事沒有幹 現在就出現了那麼多的問題 不過 這個護士 在接種疫苗當日就好像意氣風發 因為他就被獲安排 是去擺姿勢拍照的 即是他自己申請裸打的 是他自己主動響應特區政府的號召 沒有人逼他去打針 現在他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觀察得到 藍絲群組似乎對於這件事的態度 都相當沉默 大家好像是當看不到就算了 因為他們很難誣蔑這些是抹黑科興疫苗的事件 因為那些藍絲最喜歡誣蔑那些 醫護人員說他們是黃絲黑暴 跑來做怪的 但這肯定不是黃絲 這一定是藍絲 因為黃絲怎麼會被獲安排 擺姿勢拍照呢 你不可以硬生安白做的 所以看到那些藍絲對於這件事 就沒有什麼反響的 問題就是 現在到底這個護士還需不需要去打第二針呢 根據報導所說 可能第二針就需要暫時擱置 也很正常 因為你還打什麼 現在都出現了這麼嚴重的情況 根據許樹昌教授所說 打第二針的副作用更嚴重 許樹昌教授所說 你不要說人家什麼都抹黑 他所說的 接著我們又看看特區政府 昨晚 漏夜10點多的時候 就出了一篇新聞稿 他們就說 注意到 有個別組織以醫護專業名義 指科興疫苗的數據不足 而動搖公眾對接種疫苗的信心 醫護專業人員 應該以公共衛生為念 本著醫學實證為本的原則 向公眾解釋疫苗接種的好處和風險 當中就不應該涉及任何政治考慮 對於有個別組織以醫護專業名義 就著接種疫苗向公眾發佈基於政治立場 針對個別疫苗的不實言論 試圖抹黑疫苗接種計劃 並且誤導市民抗拒接種疫苗 將個人政治利益凌駕於公共衛生 應該予以譴責 我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首先特區政府這一篇新聞稿 他們就不點名去批評 不知道哪一個個別組織 我也想看那篇稿 但我找了幾個字都找不到 在網上找不到 根本上都不知道特區政府是在回應哪個組織 我是要從特區政府這篇新聞稿 才知道有一個組織是以醫護專業名義 來指科興疫苗的數據不足 但是到底那篇文章的原文是怎麼寫呢 我真的找不到 就算我找了本地媒體的報導 他們純粹都是轉述特區政府這篇新聞稿 不知道是哪一個組織發佈這篇聲明 所以就很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你在回應哪一個 但是你就說人家 出於政治考慮來抹黑科興疫苗 我真的很奇怪 你憑什麼都覺得人家 發表這篇聲明 就是涉及到政治考慮 就是有針對個別疫苗的不實言論 哪一句有問題 你是不是要把那篇原文 或者是你回應那個組織的名字 你至少都說出來 你一味就說人家抹黑 說人家不實言論 我也想看看他怎麼抹黑 怎麼不實 原來是找不到的 都不知道是哪個組織的 問題就是 我又找到一件事 何柏梁總監 在15號的時候 曾經上過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到 他說什麼呢 他說科興疫苗接種的頭十天已經出現了異常事件的報告 帶來了信心問題 不單是影響到科興疫苗的接種量 也都影響了復必泰疫苗 因為有不少長者未必能夠分辨得出兩款的疫苗 他還說不少的醫護人員表達出憂慮 認為科興疫苗數據不足 政府也都未曾提供到精準的數據顯示 市民在接種疫苗之後 會不會提高了中風和心臟病的發病比率 人家正正說這些就是科興疫苗不足 那個數據 那你到底是不是在回應何柏梁總監還是在回應誰呢 其實有不少的 醫生 走出來說過類似的說話 就說科興疫苗的數據不足 你特區政府那篇新聞稿 劈頭第一句就說 注意到有個別組織以醫護專業名義指科興疫苗數據不足 而動搖公眾對於接種疫苗的信心 喂 你難道只是說這句話本身就已經是不實言論 然後你整篇新聞稿裡面就寫了很多有關於科興疫苗第三期的臨床研究數據出來 就說疫苗有效率整體就是50.65% 諸如此類就說一大堆這些數字出來 但是何柏梁也說過這些東西 你正在回應誰呢 我也不知道你正在回應誰 你一旦就說人家是政治利益凌駕公共衛生 喂 就算他真的批評科興疫苗 那是不是代表他有什麼個人的政治利益呢 我又不明白了 他有什麼利益可言呢 就算何柏梁總監他也有質疑科興疫苗的數據不足 但是看他整段說話 其實他說的話就很客觀的 他也是說一些事實出來而已 所以我真的很想看看到底特區政府正在回應那個組織是什麼組織 而那個不知道什麼組織發表那篇的聲明究竟是怎麼寫的 因為根本上找不到原文 你一旦就說人家是政治凌駕公共衛生 這樣那樣 安九十多頂帽子給他 我也想看看那篇原文 你說得這麼嚴重 找不到的 也不知道有沒有 可能有了 但是不知道在哪裡找到 或者沒什麼人看過 那篇我真的找不到 Facebook有沒有 Google找過 都找不到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說不認為那些醫護人員去質疑科興疫苗數據不足 代表是在動搖著公眾對接種疫苗的信心 或者是在發表一些不實言論 尤其是人家在針對的就是六十歲或者以上的長者 那個接種的情況 那樣東西才重要 六十歲以下大家都覺得沒問題 大陸也照打 六十歲以下 問題就是六十歲以上的那群長者 別人有這些疑問有什麼問題 就算說政府指定的四個專家顧問 都沒有一個人去打科興疫苗 個個都去打復必泰 對不對 當然福田敬義教授的那個取態就未明朗 因為他很少接受媒體訪問 問題就是另外那三個 許樹昌、袁國勇和梁卓偉 全部都去打復必泰 沒有一個人去打科興 那你還有什麼好說 你說人家如何針對科興去抹黑 那你政府的指定專家都帶頭不打 對不對 昨天林鄭出席了立法會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他提到一件事 說在疫情未受控前 兩地人員往來的條件未成熟 但是他就說 接種疫苗是會有幫助的 他就呼籲市民去打疫苗 還說當局初步和中央討論過 考慮到在市民接種了兩劑疫苗之後 就可以放寬檢疫限制 就是說 他就想以通關來利誘市民去打疫苗 沒有問題的 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你有政治任務 但是市民也要考慮到一件事 你打科興也好 復必泰也好 大陸承認的話 就沒有問題 就可以跟大陸去通關 但是就不代表外國也承認 因為到底外國那些所謂的疫苗護照 他們是搞成怎樣的呢 目前來說就是沒有什麼進展的 當然大家都預期就是 遲些可能出國旅遊 乘飛機就可能要打疫苗才可以上機 也不奇怪 如果不是可能在底部之後 都仍然需要做一些檢疫 隔離 問題就是到底外國 他承不承認大陸製造的疫苗呢 是不是 你只是說這個 一個大陸說要向日本的東奧會 提供疫苗 別人都說不接受 因為日本根本都不承認大陸製造的疫苗 好了 如果你打了 大陸製造的疫苗 到底日本方面他承不承認 如果將來真的開放 可以恢復回旅遊的時候 這件事情都要考慮的 如果不是你打完疫苗 原來外國他未必承認 你起不時到頭來又要再打 所以這件事情都要考慮 當然啦 如果純粹說 他趕著要回大陸 那沒辦法 趕著回大陸 大陸一定承認他自己製造的疫苗 沒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 市民也要考慮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